自主可控的中国新是近来备受关注的话题 它直接关系到从日常电子产品 到国防安全和科技前沿的方方面面 然而要制造出这样的中国新到底需要什么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在 北京举办的集成电路核心装备展上公布了 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设备等 一系列用于芯片制造的母机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只有将这些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 制造设备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能摆脱国外的各种制约 集成电路芯片及其制造技术是信息时代的基石 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战略性资源 电科装备离子注入及研发团队技术总监张从告诉记者 当前自主可控中国新 的重要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中国新 的制造设备也需要自主可控 事实上此前芯片的制造设备 基本被控制在极少数国外企业手中 就连英特尔等芯片巨头的生产线 也得仰仗这些上游供应商 对于中国芯片制造行业而言 这些国外企业不但掌握着对华出口相关设备的定价权 而且还能控制向中国出口设备的技术水准 如果说国外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但只愿意向中国提供第一代的设备 那我们就没法用哪怕是第二代的设备来生产芯片 此外 由于国外企业对芯片生产设备的严格控制 这些先进设备也无法用于航天 军用等领域的芯片制造上 这些因素促使我国加快集成电路 关键装备的自主研制和生产能力 张从介绍说近年我国掌握 第二代芯片制造设备的技术后 国外不但大幅降低第一代芯片制造设备的引进价格 而且还批准了第二代设备的对华出口 目前电科自主引发的多台12英寸离子注入机进入 北京中新国际生产线量产 量产工艺覆盖至28纳米 由于半导体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 自主掌握芯片制造设备的技术后 无论是继续引进国外设备 还是选择国产设备 可以说整个行业都受益肥浅 人们分为了写定性的技术 这些技术的技术 有分为了写定性的技术 在此为了写定性的技术 是毫无论者的技术 是毫无论者的技术 在于半导体上 你我们统设备炼成了 我们在这里的目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